各位老師好 那今天沖啟老師要跟大家介紹 叫Quizlet 玩遊戲備單字 那跟老師報告一下 這個在學語文的話 這個系統平台非常的棒 教育部在推行動學習推了十幾年 大家也許有聽過卡戶 接下來第二個熱鬧就是這個 那我們台灣因為在推華文教育 所以國內那些教育部補助的機構 華文教育教學網 很多大家都用這個在做 接下來就什麼 教科書廠商也都把這個做好了 因為這平台太方便了 所以教科書廠商他也把Quizlet的教材也做完了 所以很棒哦 你可以做自己的也可以拿廠商來做 當然廠商做是他的學科 老師我要做是生活科學 生活語輪理 或是其他社會科技上科 他不一定每個學科都有做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六個特色在這裡 接下來看一下 好 那當然每個系統平台都要求你要註冊對不對 加入啊 設班級開始使用 這三個步驟 註冊登錄 第二個呢 加入班級 接下來就開始使用了 跟老師報告一下 這個Quizlet他有個特色是什麼 跨平台 小朋友使用手機 平板 電腦 那都可以使用 那都可以使用 註冊呢 你用Google帳號 這個Facebook的帳號 我個人Email都可以 再來 你的班級 班級是說如果你有付費的話才需要再做啦 那這邊今天我們班級可能就略過 我想這邊還是用Free版本來做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做更精緻 就老師自己做決定 可以搜尋班 你可以找別人的哦 現在的系統平台都有個特色哦 你可以自己做教材 你也可以做別人的 哦 去搜尋別人教材 那換句話說 不是什麼都要自己做啦 就很累 那如果我們兩三個老師一起做呢 做完我做你分享給你就好了 所以現在教學平台 很多都有支援這個功能哦 不是什麼都要自己來 那太辛苦了哦 來 那這個你看看搜尋啊 哦 這台南聖教會這個 我在網路上搜尋資料 好 他們來做這個 哦 加入班級啊 那加入班級呢 如果說他有新的資訊 他會通知你 哦 來 那接下來老師要認識這幾個詞 在Quizlet 他的教材我們稱為學習集 這個詞老師要稍微熟悉一下 叫學習集 你做出來一個教材叫學習集 那學習集做起來很簡單 就有點像我們在出選擇題一樣 我把題目給他 把答案給他 告訴他正確 哎就做完了 現在的教學平台真的很熱鬧 真的很熱鬧 而且比以前我玩掉 玩了快30年 以前在設計遊戲非常的難 隨便個小遊戲 收費外面設計都很貴 那現在不是啊 遊戲模組都幫我們設計好了 那還是在玩的過程中去玩這個 那以教學來講 這個是算非常有趣的 讓老師提一下 來我先把各位先靜音關一下 來我們再繼續哦 那學習模式 你看一下 你把一個題目丟給他 選擇不是有題材跟答案嗎 他會幫你產生五種學習模式 那有三種遊戲 不過有一個遊戲稍微可惜一點 我把它放大一點 老師有看到這部Live版嗎 這是團隊合作的遊戲 這個通常應該在實體課程啊 譬如說我現在呢 在學校 我在學校的時候呢 可以把小朋友分組哦 而且分會自動分 那小朋友拿著手機 應該是在小朋友不會拿手機啦 在小學 小朋友拿著載具 哦 那他們要找自己的組別 譬如說什麼大象組老英組啊 他名字自動會取 取完以後呢 我們在三個小朋友組 答案就在其中小朋友的手機上面 所以他們要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找答案的 大概是只有這叫QuizLate 就在現場在玩挺好玩的哦 小朋友我覺得每次在試 上次我在新店國小辦的研學的時候 老師在玩也挺有趣的 學生在玩也挺有趣的 這是唯一他有團隊合作的 不過在團隊合作 我們今天恐怕沒辦法修 為什麼 各位都自己在你家裡 你在家裡就沒辦法說 我來看手機的東西給你看 這是稍微困擾一點 那接下來 你也可以用網頁版遊戲的地方 雙向遊戲切換 什麼叫雙向學習呢 老師我在做語文教學 我打個Apple 然後蘋果對不對 題目叫Apple是什麼蘋果 也可以是蘋果是Apple 兩個交換哦 這個 我今天想考中文讓他寫英文 或是英文讓他寫中文 這邊可以隨時切換 非常方便 那我們可以看看 雙向 答案也一樣 這個 如果說你有加入新班級的時候 他就會通知你 這個 那這五種學習模式 手機拼盤都可以哦 他有單詞卡 有學習 書寫 拼寫 單詞卡有點像什麼 閃卡 點下來 出現一個斑馬的圖 那你就要打什麼 Zebra 這個學習 答答案的 書寫要打字哦 那可以拼寫 聽聲音的 聽聲音 然後你就把答案選出來 那測驗 有比試選擇是非的 還可以印出考卷 不過印出考卷現在比較不鼓勵啦 我通常喜歡什麼 線上測驗啊 因為線上測驗完 系統會自動幫我們做批改 通常一種線上平台 雖然他可以印考卷 但是我們大概都不主張 麻煩啊 考完是用人家自己改 不是很累嗎 我們喜歡系統平台 就是我把題目給他 答案給他 學生考完 全部幫我們做完 這個 那三個遊戲的模組在這裡 他有配對遊戲 那接下來有重力哦 重力有像在打隕石的概念 那接下來有live版 哦這裡多人互動遊戲 那可惜我們現在在遠距上課 各個地方完全沒辦法試做 完全沒辦法試做 這個 這個是這個還蠻受歡迎的 這個 那接下來比較特殊一點是什麼 教科書廠商做的呢 所以我覺得現在英文老師 在上英文課感覺好幸福 很多系統平台 教科書廠商都有做 尤其康圈做的蠻積極的 大家也說 老師你怎麼沒有打藍衣 藍衣他們是要註冊到平台去 註冊到平台去 那我這邊google搜尋一下 大概在做的是這個 那這個基本的介紹就到這裡 來